第五百一十集 一旁被摔得七魂八素的秦凤卿 此刻也晕乎乎地站了起来 眼貌金星道 街头 你不是说是你家吗 要不然就是老姚家 怎么这么凶残 秦凤卿说着 也看到了方平两人 一脸善善 接着不顾两人在场 拿起手中的东西就吃 方平看了一会儿 没忍住震撼道 你在吃土 干嘛 你也想要啊 秦凤卿一脸警惕 接着迅速将手中的土吃了大半 接着又马上道 没有 我都吃过了 我口水都在上面 你别想要 方平一脸黑线 鬼才要你的土 不过方平还是没憋住 满肚子的疑惑 急忙道 你们怎么在这儿 而且还进了戒狱 对了 你们怎么回事 好像被人丢了出来 刚才那爆发的气势是什么 人吗 里面有人 这事说来话成 李寒松叹了口气 简单叙述了一阵 最后道 然后我尝试了一下 还真挤进去了 结果刚挤进去 秦凤卿这混蛋 抓着我 也跟着进来了 都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不知道被什么玩意 给抓住了 然后 然后我们就被丢出来了 李寒松叹气道 这不是我家 进错门了 大概是不欢迎我们 有人在里面 方平急忙道 李寒松摇头道 不知道啊 反正我刚进去 就被抓住丢了出来 一旁秦凤卿倒是接话道 好像不是人 好像 好像是 秦凤卿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半上才道 说不出来 感觉有点像死物 对了 说着 秦凤卿有些震撼道 刚刚被丢出来了 我好像看到了 杨家老祖宗 你看到了 其他三人都很意外 秦凤卿点头道 真的 丢出来的时候 我想着要不要顺手 摸点东西带出来 结果看到了天宫大门口 跪着一个人 不知道 是不是杨家的老祖宗 应该是的 蒋胖子那边 有十三位老祖宗的画像 这些人装扮都画了出来 我感觉有点像 方平惊讶道 跪着的 没死啊 秦凤卿摇头道 死没死我不知道 反正没什么动静 可能是死了吧 死人跪着也正常 不过奇了怪了 他怎么死在这大门口啊 说着 秦凤卿又道 我跟铁头直接吸到了天上的天宫 然后被丢出来 这都没死 他怎么就死了 一边说着话 秦凤卿还在继续吃土 方平看了一会儿 无语道 你还吃啊 废话 秦凤卿郁闷道 这次进这边 唯一的收获就是这把土 我刚刚出来的时候抓的 别说 真的好东西 真好吃 能量丰厚 感觉身体都变强了 好东西 神物啊 秦凤卿说着 迅速将剩下的土都给吃了 喜行余色道 还不错 不算空手而归 方平啊 这玩意儿真的强 感觉比我上次服用的 生命精华都强 感觉 感觉我都快破土重生了 这肯定不是土 只是长得跟土有点像 方平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半赏才难难道 你不是感觉 你是真的破土发芽了 老秦 你抓的土 不会是专门拿来种药材的吧 啥意思 秦凤卿摸了摸脑袋 结果一摸 秦凤卿愣住了 头上开始发芽了 不 是长头发了 越长越快 越长越快 片刻后长发及腰了 几人都一脸呆滞 方平想了想 四处找了一下 在一处夹缝中 找到了一株生命力顽强的小草 接着 方平拔起小草 在秦凤卿呆滞中 将草根塞到他头上 而这株小草 很快开始生长了起来 几人彻底惊呆了 秦凤卿一脸黑线 一把抓住小草丢到一边 接着有些无语道 这什么土啊 效果也太好了吧 这次进界狱之地 啥玩意儿都没捞到 就抓了一把土出来 结果 居然让自己发芽了 众人也是无语至极 这家伙进了内围 什么都没带 就带出来这个 居然还真能让人发芽 王金阳看了一会儿 倒是有些理解 笑道 里面的能量太浓郁了 钢瓶之前下能量雨 你看到了吧 里面的土 肯定能量丰厚到了极致 也许还夹杂着 一点生命之力 霍度发芽 倒是不奇怪 秦凤卿没在意这些 只是有些不爽道 还长 完蛋了 血身都在长毛 这得长到什么时候呀 看他跟个野人似的 眉毛 胡子 汉毛 都在长毛 方平盯着他的裤裆 看了一会儿 憋不住笑道 哼 鬼知道长到什么时候 哼 你什么碗也都吃 没继续说这个 秦凤卿也死不了 方平又到 这地方好像不给我们进 铁头进去了 也被丢了出来 难道是因为不符合条件 还是说别的原因啊 关键是你俩 他居然没死 奇了怪了 方平都糊涂了 这俩家伙 这么乱来都没死 还被活着丢了出来 这又是因为什么 李铁头居然可以进去 铁头可以进去 方平忽然道 我也可以啊 几人都看着他 王金阳倒是想起了什么 微微宁霉道 不要再尝试了 太危险了 刚刚丢了一次 这次再乱来 也许就是击杀了 方平可以改变气息 也许可以改变成 李寒松的气息混进去 可李寒松本人都被丢了出来 他变成李寒松的气息 大概也好不到哪儿去吧 想到这儿 方平又急忙询问了几句 等听到李寒松判断 这不是他家 就是姚成军家的时候 方平一脸无语 我说说而已 你还当真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还真有这可能 现在李寒松被丢出来了 是不是意味着 这是姚成军的家 至于老王 他什么感应都没有 应该跟他无关 方平沉吟片刻 开始改变气息 这次不是李寒松 而是姚成军 他转变气息 只要是见过的 实力比他弱的 他都能模拟 模拟了一下姚成军的气息 下一刻 方平刚想往戒壁那边 挤一下试试 汪金阳忽然低吼道 走 方平二话不说 掉头就跑 他刚离开原地 戒壁居然主动释放出精神攻击 攻击他 不过 也就攻击了一下 很快消散了 并非针对地窟绝颠那种 不死不休的攻击 感受到这一幕 李寒松呆志道 不是老姚的家 好像还和老姚不对付 这都死了多少年了 还记得老姚这仇家 好像是特意感人的 是的 就是特意感人的那种 一副不欢迎你这家伙的表现 众人都是一脸无语 合着 这是姚成军以前仇人的家 是我朋友 老姚的对头 跟老王不熟悉 李寒松头疼道 方平你还记得这些吗 方平没吭声 废话 我知道个屁 没再搭理他 方平摇头道 哎 算了 进不去 回头再找找 有没有别的 附身无辙了 伪装一下气息 下次再来试试 他这话说完 其他人倒是没太大反应 秦凤卿 一边挥刀斩情丝 一边悠悠道 你说 伪装气息 只能伪装血脉后代 方平 老姚也是你孙子 哎呀 你又忽悠 这混蛋 嘴里有一句真话吗 刚刚老王也质疑过 方平回答得不顺着 这时候有了经验 方平毫不犹豫道 废话 当年他们都是我属下 临死的时候 为了找回他们 我截取了一段 他们的生命本源 当然可以伪装 甭管他们信不信 方平边走边到 这次进不去了 下次有机会再来 或者去别的介义之地试试看 也该走了 这边的气息 散得差不多了 再不走 都走不了了 刚刚天宫内 强大的气势爆发 吓退了那些妖兽 现在再不走 等这些妖兽回过神了 这边的气息也被冲散了 那几人就麻烦了 其他人倒是没意见 秦凤卿还是极为遗憾的 就吃了麻土 真可惜 好在这次没遇到什么危险 下次有机会再来 他这么一说 方平倒是想起来了 那俩家伙又不能联系 怎么过得禁忌喊 随口问了一句 等知道两人直接就飞了进来 方平和王金阳都无语了 这都没死 这俩家伙命不是一般的大 方平此刻也怀疑了 难道之前猜测是真的 动静不大就没事呢 又问了几句 等听到秦凤卿砸了好多次石头 没有任何妖兽攻击 方平觉得 这不是动静不大的缘故了 两人进来 能量潮汐爆发 难道是这个原因 没再多想这些 方平准备离开了 至于界域之地 等方平再强点再来 天宫把人丢出去的东西 死去的绝颠 太多太多的秘密 因为实力的缘故 无法去解密 人类为何会早早出现在地窟 李寒松这批人 和这些界域之地 又有何关联 绝颠老祖进入这里 为何会死去 秦凤卿这个跟着混进去的家伙 都没死 杨家老祖怎么会死 从这两人被丢出来的情形来看 里面的东西 好像不是非要灭杀一切人物 我会再回来的 方平呢喃一声 一旁 还在不断长毛发的秦凤卿 也同时说了一句 一把土吃下去 都跟大量的生命精华效果差不多了 岂不是说 他吃完了这里的土 都能发达 禁忌海之灵 随着界域内围 那一阵气势爆发 界壁处的能量潮汐 也随之中止 看着秦凤卿和李寒松 大大咧咧地就要飞过去 王金阳和方平 一人一脚 直接将两人踹了回去 秦凤卿一边修剪着头发 一边恼怒道 又干嘛 老子飞得好好的 又踹人 欺负人是吧 在场的四人 如今除了他 都六品了 此刻秦凤卿正自卑着呢 跑了一趟界域之地 最终就吃了把土 啥好处都没捞到 本就郁闷 现在又被方平给踹了 想不恼火都不行 方平懒得搭理他 王金阳则是无奈当 别乱来 这间强威城主 带着几位高品一起过河 结果死了一位八品 两位七品 怎么可能 秦凤卿话音未落 脸色瞬间僵硬下来 这时候 方平正在丢石头 石头刚丢出 瞬间粉碎 方平又丢了一阵 河面这才安静了下来 不过这次方平没走这边 继续往下游走去 边走边到 你们俩能活着过来 那不是一般的命的 水底下九品妖兽 多得数不清 之前可能和能量 潮汐爆发有关 要不然 你们早死了 王金阳也补充道 空间中有空间裂缝 千万别往沟处飞 九品被空间裂缝切割到 也会死亡 小心对面万腰山来腰 之前万腰山 有九品妖兽赶了过来 也要小心禁区再来人 禁区这次死了三位九品 保不准绝殿强者 就亲自来了 方平和王金阳 你一言我一语 说得李寒松和秦凤卿 一愣一愣的 有这么邪乎吗 九品多如狗 他俩一路走来 别说九品 八品都没遇到 倒是遇到了七品妖兽 也追得两人落荒而逃 按方平他们的意思 这俩家伙遭遇了 一大群九品 李寒松此刻对戒狱之地 还是念念不忘 也想弄清楚这些 连忙群问起了两人的经历 等王金阳大致说了一遍 李寒松震得目瞪口呆 这俩家伙 遭遇了这么多事 还有 老王的生命之门 果然也是封闭的 想到这儿 李寒松忽然道 老王 这地方 不是咱俩的家 你说 咱俩的家在哪 这边是我朋友的家 那你说 东边的那处介域之地 或者南十越的介域之地 就是我家 王金阳脚步一致 话说 铁头是真的赌信 他们就住在这儿 连我家这话都说出来了 可见是身心不一样 王金阳语色 方平则是笑咪咪道 哼 不解 迟早都能找到的 一百零八玉 咱们才到了一处介域之地而已 还有一百零七处呢 说着 方平又微微宁眉道 不过话说回来 咱们这些老兄弟 恐怕有人的家被抄了 李寒松急忙道 被抄了 嗯 方平点头道 禁区的人 或者咱们人类 有人进过介域之地 我感觉 他们对这些地方挺熟悉的 天南地窟这一处介域之地 大概是防守比较严的 封禁之界威力很大 连绝颠都难跑 可其他地方 那就未必了 要不然 真的一无所知 大家对介域之地 不会那么了解 吃土娃不是说了吗 蒋超那个没来过介域之地的家 对这都有些了解 这种了解 自然是来自振兴城 我怀疑 振兴城的绝颠老祖 有人也进过介域之地 不是杨家老祖 而是另外的人 对了 以前不是说李司令 也进过介域之地吗 所以 肯定是有兄弟的家被抄了 李寒松文言有些不是滋味 咬牙切齿道 我家 不会也被抄了吧 这两人说着 王静阳有些头疼道 二位 别我家你家 这话题终结 现在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这地方宫廷蔓延上千里 你确定是某一人的府邸 他还是有些不相信的 这么大的宫殿群 蔓延上千里 这是什么概念 介域之地长度很长 宽度具体多少 不是太清楚 可哪怕只是宽一千米 实际上不可能就这么点宽 那也太违和了 也许万米宽都不算多 这么算下来 介域之地面积最少也有几千平方公里 而魔都也才几千平方公里 一个介域之地 堪比魔都大小 这是一个人的府邸吗